我们再来祷告 天父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现场满期的感谢 今天你平安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知道平安绝对不会是偶然的 因为有四平安的神 所以我们有平安 我们在你的里面是和我们的恩典和我们的把握 主啊虽然我们在座不是每一个人对你都非常的认识 主啊我们对你的认识有深有浅 不仅如此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也起起伏 但我们向你现场感谢这里有三天两夜的时间 我们可以和其他的弟兄姐妹 其他的朋友在一起聚集 主啊巴不得在这里的时间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思想 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把这三天的时间仰望你 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诞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来参加 这个德国学人福音造就营 我很早就听到有这个营会 但是每一次我的时间也跟红牧师调来调去的我每次都不行 所以很感谢主 终于这一次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你一起来聚集 那红牧师教导我这一次我有四堂的讲道 其中有一堂是讲福音的信息 那其他的三堂就要分享如何提升我们基督徒生命 我们的灵命 相对于欧洲其他的国家 德国华人文均文化水平比较高 比较像美国早期的华人学生团契 比较像美国早期学生华人团契的结构 所以我这次选了两段相对比较难的经文 那这样可能可以满足你们 比较喜欢有一点点解经的水平 而不只是告诉你们一些很多的例子 原先今天晚上我要先讲诗篇第90天 是福音的基础的信仰 但是牧师告诉我说 怕有些弟兄姐妹还没有到 所以他很看重这些每一个在 还没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灵魂 他非常看为宝贵 他就说可不可以把这个福音的信息放在明天中午 我觉得有点为难的缘故是因为我很少这样 明天晚上 对不起明天晚上 我很少这样我就把三堂 我只讲一段经文 我这一次只讲一段经文 就是加拉太书那一段经文 那就只好把它分成三段讲 本来就要分成三段讲 但是今天晚上讲一段 明天早上讲一段 后天早上讲一段 明天晚上就讲福音的信息 不过我想对你们也不太困难 就是脑筋调整的问题而已 所以今天晚上 我主要讲的是对于基督徒讲的 那当然其实我这几年讲解圣经 我就发现把圣经讲解出分文基督徒听的跟非基督徒听的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就好像我们是两种人一样 其实我们都只有一种人对吧 我们当中不是人的请举手 所以我们都是一样 所以基本上它会是一样的 只不过有一点点侧重点不一样 所以今天晚上也是这一次我讲的主题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二节 因为这一段经文对于基督徒非常需要知道 而且这一段经文知道之后我们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 在我们的生命的理念 所以我要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二节来讲如何解出圣灵的果子 引起我想讲这个题目早期主要是我自己的困扰 我自己的困扰 后来这几年我碰到许多的木道的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困难 这些年来我每一年要在国内三次 就是大陆三次 三次贝律宾 三次一年 两次每年 以及一年有六个月在欧洲 我六个月在欧洲大概要去十几个国家 接触到非常非常多的木道的朋友 其中有一部分的人对于基督信仰非常有兴趣 但是他们想更多了解基督信仰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改变 我相信要接受一个信仰它一定背后有一个原因 如果我们把它归根结底大概入门点我们不完全一样 但最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内心的深处有一个需求 有一个need 有一个需求 那就是我们需要改变 我们需要改变 我们想改变 所以很多的木道的朋友就想了解说 基督信仰究竟能在我的生活及思想上产生什么革命性的变化 特别是革命性的变化不是一般性的变化 一般性的变化我想我们都没有问题 我们越来越懂事 我们越来越明了 我们越来越知道这个世界不是很公平 我们越来越知道你有某些原则就能够达到某些的结果 我们慢慢会知道 可是我们更想知道的事情是我们的生命有什么革命性的变化可以产生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实在的变化太快太快 当时阿里巴巴提出来他们概念的时候 没有很多人相信 现在他以席卷全世界的商业行为的模式在做 那他可以坚持多久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显然他已经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中国崛起这20年全世界没有料到 我告诉各位 美国如果料到绝对早就把中国打败了 他不会让你有这个机会的 美国过去二战以后 所有的目标指向日本 他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 他们只害怕日本 所以美国从哈佛大学一直到 克林比亚 一直到瓦腾 他们所有研究的对象都是日本 所以早在40年前 50年前 他们就提出日本第一的概念 他为什么讲日本第一呢 就引起大家注意 要注意日本 他们从来没有讲过中国第一 所以千万不要做第一 听不懂吗 美国人这几年来 所有防的都是日本 所以他不准日本有军队 那他只有自卫队 可是日本是一个不容易被打败的国家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中国崛起这20年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困难 我这样讲并不是我们有什么不对 乃是这成为美国最大的敌人 你知道老大上来只怕老二 对吗 老三就不用害怕他了 可是中国崛起太快了 从第十到第九到第八 一下变成第二 第一 是不是有这个机会 我们不知道 不过这是革命性的变化 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 像特朗普这种人也可以做美国的总统 那我一点都不开玩笑的 美国人是很看不起商人的 虽然背后支持政治家的 政客的都是商人 可是基本上商人是不能上台面的 这是美国人的概念 一直到了最近的这个网络的系统出来 电脑系统出来之后 美国才发现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去年美国选举的时候 我在纽约 那一天隔一天他们就告诉我说 不要出去外面 我说美国是不是都变得这么紧张了 还有不要到外面去的事情 那一天我在纽约 他们就说明天投票会有一点紧张 我说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他说这个特朗普可能会当选 有可能会当选 但是纽约是一个非常不喜欢特朗普的地方 所以他说你最好不要到外面去 前一天晚上所有的风向 还说是Hillary会当选 没有人看好川普 虽然大家投票拼命拉拼命拉 可是大家都认为Hillary会当选 最后证明美国人宁愿投票给疯子 也不要投票给骗子 这是美国人自己说的 当他们投票的时候 看起来Hillary就要当选了 所以Newsweek就前一天就把Hillary当选的那个杂志 你要知道他们这种都是两种杂志都印完了 一个杂志说Hillary当选 他就所有的杂志就出去 这个特朗普当选所有的杂志就出去 他前一天晚上就把Hillary的不小心跑掉了 因为他觉得Hillary当选 结果没有想到搞成这样 全世界怎么会猜到这种事情呢 没有想到像川普这种人也可以做美国总统 你要知道美国人是非常爱国的 非常爱国的 可是川普的妻子才规划入美国几十年 这种人有什么忠诚度 对吗 但是整个世界变成我们不认识了 我们完全不认识了 我们也不知道说为什么恐袭可以到这个地步 一年几十起啊 这个是十年前年想都没想过的 想都没想过的 当美国双子星大厦被打下来的时候 就有人说美国永无宁日 从那时候开始 美国进京出租都非常的辛苦 以前我们进京去美国关的时候都跟他聊天的 都跟海关的官员聊天的 他一方面看护照一方面跟你聊天 现在哪里有 有一次我进去的时候其实911已经过了 那我就觉得很轻松进美国 现在美国是一点都不好玩的地方 我也不是很想进去吧 我进去的时候 我才讲一句话 也不是玩笑 就是稍微轻松一点嘛 他第一个就是说 你不要乱讲话 他说我是把你当成小偷跟贼来看的 他说我先告诉你们 那你等一下不高兴 哇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 谁知道这个世界变成这样呢 因为这个缘故其实我们内心的深处也有一个我们找不到的 我们摸不着的 我们不太明白的 有一天你突然明白 就是我想要改变 我想要改变 那这个改变怎么样发生的呢 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个人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呢 这个是很多很多木道的朋友有这个问题 而对于一个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 其实如何结出圣灵的活泽 或者我如何改变 也是一个需要深入了解的问题 相对于木道的朋友而言 其实基督徒问这个问题可能是更实际的 可能是更实际的 因为基督徒每天都面临一个状况 那个状况就是我这个基督徒这样做 对吗 来我问一下 知道自己 确定自己 讲确定有点紧张 知道自己或认为自己已经是基督徒的请举手 请放下 你们需要考虑吗 会有需要考虑是有道理的 你想举不想举 几秒的犹豫是有道理的 就是我基督徒这样做对吗 我这样想好吗 基督徒还是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软弱呢 我信了耶稣基督 我得到了新生命 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临到我 我相信如果你是个基督徒 你都知道说我们最得到的释放 许多的恐惧害怕已经不存在 我甚至知道将来我要去哪里 我有真正的平安 我的价值观正在改变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这样子的 我对某些事情的看法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基督徒有这些想法是很正常的 基督徒真的是有一些改变 我认识一个台湾的企业家 这个企业家他还没有信耶稣 他信耶稣已经快五十岁了 这个企业家他非常醉心于佛教的文物 所以他专门收藏佛教的文物 他收藏的作品呢 几百万人民币的 一篇一个piece 几千万人民币的都有 他很多很多很多 他是全世界五大佛教文物收藏家之一 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全世界几十亿人口 他是佛教文物收藏家的五大 换句话说 你发现一个新的佛教文物的时候呢 你要去问他 就好像达文西最近卖出了他的 不是他 不是他 最近卖出了他的救世主 就是蒙娜丽莎的男人版 一百多一百四十九亿台币 那你要除以三十五就是我们的欧元 三十五就是欧元 那是天价 没有一个画卖这个贵的 这么贵的 他卖出来了 那这些都是谁买的呢 就是那些收藏家在买的 他是五大佛教文物收藏家之一 后来他信耶稣了 就在他将近五十岁的时候 他信耶稣了 他信耶稣 基督之后就很大的改变 因为他受洗 他受洗之前 他就很矛盾 因为他是全世界知名的 佛教文物收藏家 对吗 那你现在改信别的宗教了 那你这些文物怎么办呢 后来他受洗之后 他压力就非常大 你先不管他这样的想法 对不对 但是他的价值观变了 对吗 他价值观变了 以后他就要决定 怎样处理他这些佛教文物 因为他是一个房间的东西 他是企业家二代 所以他的老爸还在 他老爸 他老妈听到他信耶稣了 很紧张 因为知道他收藏了 这些东西就价值连城 就跟他说 儿啊 你这个东西可要好好处理啊 因为对基督徒来说 这些东西可能就变成偶像 对不对 就变成偶像 我把它夸不起来 是每一个人看法不太一样 他就跑去问牧师 我告诉你 没有跟牧师赶紧来意见 牧师也不能说 那你把这个捐给我好了 或者你把它卖掉 可以拿更够的钱 台湾的故宫博物馆的馆长登门拜访 跟他说 某某先生 请你把这些你不会要了 你不会要了 请你捐给我们 我们在故宫博物院 作为永久馆藏 而且是永远展出的 听不懂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博物馆 它展出了只是它里面的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的东西 它几百年都展不完嘛 因为它整个的要慢慢展 当时蒋介石跟毛泽东闹翻 不是 应该说毛泽东跟蒋介石闹翻 对吧 毛泽东把蒋介石赶走的时候 你知道 他最后把所有人要带走的东西 就是故宫博物院的东西 他带走黄金跟故宫博物院的东西 故宫博物院的那个里面 所有的馆长在船上在海上走的时候 根本他就不敢打 你听不懂吗 这个如果我不打 将来我还说得回来 我一打我就千古罪人 所以没有人敢打那种船 就到了台湾 台湾有一座山里面全部挖空的 都是放这些宝物 这个馆长就回去找他说 你把这个博物馆 你把这些捐给我们 我们就把它设定一个某某人捐赠的 他说你们给我祷告一天 一个晚上 我告诉你 祷告完一个晚上之后 他请了车子来 把这些东西全部 房子们全部清空 全部打碎 全部打碎 我知道这个东西看法大家完全 完全一样 我也没有说这样做是对或不对 我不敢表示意见 一个超过我们能够评估的 我们能力也没那么大 可以说这个对或不对 可是你知道他价值观变了对吗 他的价值观变了 你要知道企业家的概念就是只有 钱嘛 他什么时候 可以把这个原来是用钱变来的东西 现在又可能好几倍的东西 他不翻几倍把它卖掉呢 但是他的观念变了 我们知道一个人信了基督之后 他的生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是这样 这一次我碰到一个学生 真的还是学生 他在国内读书 他在大陆读书 后来来德国交换 交换一年 交换完了回去之后呢 他就跑来这边念硕士 硕士念完了 他现在马上要念神学院 就是一个 就一个孩子嘛 就这个年龄都还是一个孩子嘛 他爸爸妈妈听到他要去念神学院 你知道我们学校 欧华神学院里面大部分都是独子 都是独子 独子 这个也独子 这个也独子 你会懂吗 两个结婚 然后这两个人就留在欧洲做宣教士 留在欧洲做传道人 那父母就四个就留在那边 我也有点想对不对 价值观改变 价值观改变不一定变得更好 对不对 也可能变得更差 可是你不能轻看这种改变的力量 它就是改变了 我们知道我们变了 可是基督徒 我想也会常常发现 我对罪也不具免毅力 我在罪恶的引诱之下 常常无抵抗能力 比如说 甚至不是罪啦 我知道要帮助别人 知道吗 我怎么刚才举手的 如果你还没举手 人不畏己 天出地灭 是不是 但是刚才有人举手嘛 说我是基督徒 对不对 如果我是基督徒的话 我们要帮助别人 但是我连自己都不够 我怎么帮助别人呢 我知道不要嫉妒别人有钱 不用记住别人有钱 对不对 因为有主万事主 对吧 不是别人比我们有钱呢 他凭什么比我有钱啊 论能力也没有我好 论努力也没有我努力 他为什么就可以比我有钱呢 我知道不必怪我的父母重男轻女 可是内心的深处就有时候觉得说 为什么把我生成女的呢 我们基督徒 即使是基督徒 我们还有很多人都有问题 我 知道在办公室只要近期在我 别人不了解我 不会有关系的 因为我是为主做的 不是别人做的 是不是也这样讲 可是升官的时候 升到别人 你心里怎么说 这老板没眼光 怎么就不是升到我呢 知道容易 好像做到不太容易 甚至我们发现 我们心里一直期望要做到的 我们都不一定能够做到 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来找我 他信主已经很多年了 他的信主的过程 神也给他很多很多的恩典 释放他从很多的捆绑里面出来 他原来是一个酒精中毒的人 酒精中毒的人 我们用一般话讲就是酒鬼 他只要酒 他就会想喝 他一喝酒醉 其实酒鬼不一定喝很多 你知道酒鬼有的人是很没用的 如果你说喝了两瓶 这个喝了两瓶茅台倒掉了 我们不会笑他对吗 如果喝两罐这种啤酒 就倒了 你觉得呢 那你就酒鬼你都配不上酒鬼这个名嘛 对不对 你稍微要喝多一点嘛 可他不行 他就是凡是想到酒就要喝 每喝必醉 一个礼拜要醉三四次 算是这样 然后呢就会看到湖里面 就说真的说 他真的说要跳到湖里面去捞那个湖里面的月亮 人家是诗人才这样 他是什么 他也做这个动作 然后他太太会半夜十二点打电话给我 你长老 我先生跳到湖里面去 怎么办 这样子一本 后来上帝把他救出来 很稀奇 很稀奇 他原来是个alcoholic 可是上帝拯救他 他完全就没有在喝酒 当然我们有一群弟兄弟没跟他在一起 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完全就是不能提到酒这个字 我们不仅不能喝酒 我们任何有关酒类的食物都不碰的 我们甚至连数数字 一二三四五六七就停了 我们不会念到酒 因为怕引起他的那种反应 他是一个相当好的基督徒 因为很多年了 他不仅是一个基督徒 而且像一个基督徒 你要知道是跟像有差别 对吗 是基督徒的不一定像基督徒 像基督徒的不一定是基督徒 有的基督徒是基督徒又像基督徒 有的不是基督徒也很像基督徒 有的基督徒不像基督徒 他不仅是一个基督徒 他也像一个基督徒的 他常常为主做见证 他常常到处传福音 他是一个好丈夫 他还是一个好爸爸 因为他知道他的命不容易啊 你知道酒精种族的人 不一定他是贪酒的人 不是 他是没有办法消化掉那种酒 消化我们体内消化酒 他有一种煤在里面 他没有那种消化煤 所以他那种消化不掉 那酒精就产生作用了嘛 他已经从那当中出来 他是别人眼中的好朋友 是工作伙伴当中的好同事 他也是一同侍奉的好同工 他常常不满足 他有一天跑来告诉我 他说你长老 他说我心里面还有一些想要对付的 有一些我认为不对的事情 常在我心中出没 为什么我挥之不去呢 他说 他说其实信主好得无比 过去的不对 一件一件的脱掉 可是我发现 他说啊 我脱去的越多 就发现我还需要改变 要除掉的更多 他是典型的很内形式的基督徒 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是很快乐式的 对吧 没有哪一个比较好 可是有些基督徒是很内形式的 他问我一句话 他说永无止境的成长是不是也是一种压力呢 弟兄姐妹你觉得呢 永无止境的成长是不是也是一种压力 当然是啊 我就跟他说 这个是正常的感觉 你会这样想已经不错了 而且你一直往正面看 他就说 我拿掉一个又发现一个 我拿掉一个又发现一个 有时候拿到两个又发现三个 他说我要搞到什么时候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的基督徒里面 是很正常的 是很正常的 我自己十一岁信耶稣 十一岁信耶稣 我记得我信主几年之后 那个时候我高一 十六岁就参加一个营会 像这样的营会 也是四天三夜 那你们这也是三天两夜 那个聚会必须是基督徒才能去 而且必须有人推荐你 是你学校或者是教会的辅导签名 你才可以去 所以不是大家都可以报名的 而且必须推荐才能去的 我就去了 在那个聚会当中 讲员问我们 那第一个晚上 通常第一个晚上 讲员都要再reconfirm 再确定一次 因为可能这四五天 或者这三四天 或者这两三天 我们会一直在基督徒的追求 想要更深的认识自己 想要更多的 进入这个生命的信仰里面 所以第一个晚上 通常都是布道会 布道会就是说 把信仰福音再讲清楚 然后让大家confirm 或者reconfirm 说我是基督徒 那天也是这样子 第一个晚上 他就问了 他就说 我们当中已经信主耶稣 确定自己得着生命 是基督徒的 请举手 就是刚才 我为什么不用确定呢 因为这个确定 这两个人讲下去 又有一半的人 不敢举手了 如果你说 我知道我是 或我应该是 这个问题比较小 那为什么 我会有这种想法呢 因为我当时 就被他这一问 我就不敢举手 他说我们确定当中 已经信耶稣的举手 那个时候 我们都低了头 他在带领我们祷告 我心里很挣扎 因为我知道 我不仅需要耶稣 而且我也打开过心门 接受耶稣 而且我已经受洗了 所以问我是基督徒 我当然是啊 理论上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也应该能确定 我是个基督徒 可是我那天不敢举手 因为他一问就把我吓到了 他一问我为什么吓到呢 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是基督徒吗 我这样问 我就问我自己 于是因为大家头都低着毛 去偷看别人 就看看别人多少人举手 那天那个讲员在问的时候 有一大部分的人立刻就举手 然后有些人慢慢慢慢慢慢举手 最后讲员说 还有没有谁 是已经确定的请举手 大概过了一分多钟很安静 你知道那个时间是很长 我就问我自己说你是吗 你知道最后那天我没有举手 我没有举手 我非常矛盾 因为如果我也有新生命 如果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为什么我还常常很软弱 My question is 为什么我胜不过引诱 胜不过环境 胜不过自己 这是我的很大的问题 那个时候我16岁 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 大概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从小很会读书 我小学全校第一名毕业 中学全校第一名毕业 我从来就没有考过第二名 从来没有考过第二名 谁跟我同班谁倒白 他最高就是第二名 因为我永远是第一名 我考上台湾最好的高中 我考上台湾最好的大学 而且我考高中 我是那个不会考试的人 听懂不会考试的人吗 每次一考试我就滑腿 可是即便这样 因为高很多 所以滑下来也都过 我数学那一年 我估计按我的实力 满分一百分 我可以考八十分 我的老师知道 我不善于考试 考前几天 那天在学校读书 我的老师那时候要考大学 我的老师还走到我的旁边 他蹲下来说你今天数学考六十分就好 那我就说 哦好 他走到我心里想说 考六十分怎么样显示我的能力呢 一定要考八十分 那你要放榜我数学考十八点二九分 十八点二九分 因为他有倒扣嘛 他有倒扣 就是你写错了要扣 你不写就没有 就零分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写对了就减入分数 你写错了就倒扣 倒扣听不懂吧 所以你本来四分的 你没写就零分嘛 你写的就四分嘛 那你错了呢 就扣四分嘛 那这是怎么考 不然我就考十八点二九分 不过即使是这样子 我还是考进最好的学校 像我们这种人 我相信我们很多 对自己有很深的要求 我们的成绩 不都是作弊来的 我一辈子有作弊过几次 但是我的成绩并不是作弊来的 只是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考满分 所以如果有一题不会做 我要想尽办法 把那个答案做出来 如果做不出来 我宁愿看别人的 把答案做出来 我也能够平息我内心的感觉 我相信像我这样子的人 不是只有少数人 你不一定表达在成绩的上面 你有时候表达在跟人争执的上面 也有类似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种人他的想法是很麻烦的 我内心那天不敢举手 因为我非常矛盾 如果我真的信了耶稣基督 怎么可能这样 所以那天聚会结束 我慢慢走出去 我心中很忧伤 我想我不是基督徒 基督并没有为我死 基督没有拯救我 我虽然愿意 但是我没有被选上 我很失落 我哪里一定不对 我一定不是真正的悔改 我请你这样想 我一定不够努力 否则为什么大家都举手说 他是基督徒的 我不是呢 那个是一个一连几堂的聚会 好像我们今天一样 那今天晚上你们休息 明天有一连串的聚会 中场休息的时候 大家都很开心 大家都聊天很开心 三五成群 只有我一个郁郁挂欢 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我只想远离现场 因为我跟他们不是一群 我们不同挂的 我们不是红伙 我很孤单 我有没有抛弃的感觉 但是这个都还是那种外面的 我内心伸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难道我心里愿意做一个基督徒 这样还不够吗 知道我的问题吗 我心里愿意做一个基督徒 这样还不够吗 我们的信仰不是说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就必 口里承认 我承认啊 心里相不相信 我自己早就相信啊 不就必得救吗 但为什么我的行为做不到呢 甚至心中也无法不想我 不愿意想的问题 你们不会说你们听不懂吧 我觉得你们是德国应该听不懂 对不对 尤其這裡的學生的程度應該是蠻高的 我難道沒有辦法讓我的意願變成可實現的想法及做法嗎 我講這些東西的時候並不是說我要賺很多的錢 因為很多客觀外在的環境 我是講說我自己心裡想我自己跟別人沒關係 我為什麼做不到 所以我是一個基督徒嗎 其實這個矛盾不是那天才有已經有一段日子了 事實上那一天之後這個矛盾還常常出現 一直到我確定了這一段的經文講的這件事情解決了我的問題 那這一段的經文是什麼呢 這一段的經文是加太書五章十六到二十六節到二十五節 那今天晚上我講幾節 然後其他的放到明天講 慢慢讓你讀懂這一段的經文 那我們先來讀十六、十七、十八 那這是保羅跟加拉太教會的弟兄姐妹說的 我們來讀這一段的經文我們不全讀哈 只讀十六、十七、十八我們下來讀預備 我説你們當時的聖靈而行 就不放鬆鬥體的情侶了 因為情侶和聖靈相爭 聖靈和情侶相爭 這兩個是彼此善意 是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但你們又為聖靈命道 就不再遇怕一下 好這段的聖經是保羅對加拉太的基督徒說的 所以下面這些的 我要講的這段聖經是對基督徒說的 那當然你說那我不是基督徒怎麼辦呢 沒關係 其實我們的想法差距不大 就一個門裡一個門外 門外也看得到門裡 門裡也看得到門外 那我常常跟很多基督徒說 我說你不要以為你在門裡了 你就覺得問題都解決了 沒有那麼容易 我也常常鼓勵牧道的朋友說 你也不急著信耶穌 你就看看裡面多看看 多想一想 反正時間還有 時間還有 尤其你們這些這麼多年輕人 再想想沒關係的 我常常都不要逼人家信耶穌 為什麼 何必呢 自己要的才好是不是 別人塞進來沒有什麼好的 別人塞進去有什麼好的 所以你可以慢慢想 所以下面我講的主要是對基督徒說的 不過我想對基督徒 或者還沒有信耶穌呢 你不會難明白的 你不會難明白這個東西的 好 這裡說什麼呢 五章十六到十八節說 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 就放縱肉體的情欲了 這是對基督徒說的 他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 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欲了 換句話說 基督徒還有沒有可能放縱肉體的情欲 有沒有 有嗎 這裡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 就不放縱 換句話說 我們也可以放縱肉體的情欲 基督徒並不是從信的那天開始 就沒有放縱肉體的能力 不是 不是 不是從那天開始 我們突然不會犯罪 不會軟弱 不會恨人 不會放蕩 不會紛爭 不會醉酒 不是 原來當我們成為基督徒之後呢 我們還是會放縱肉體的情欲 我們還有可能被這些情欲困擋 我們還是會被罪惡引誘 並且我們還是會跌倒 並且跌倒得很慘 我不知道你感覺怎麼樣 可是我讀在這段聖靈上 我突然很高興 你說有什麼好高興的 我突然高興起來 我突然感謝主 我讚美主 因為了解這段經文 我就知道我已經是一個基督徒 我一直希望用我外在的行為 來證明我的裡面是個基督徒 可是我的外表一直沒有辦法證明 我是有新生命 現在我知道我是這樣的 原來不是用外在的行為 來證明我們裡面 換句話說 即使我已經是一個基督徒 我有時仍然會 放縱肉體的情欲 所以才會有那些表現 換句話說保羅在這邊告訴我們說 十六節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 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欲了 第一我們還是會放縱肉體的情欲 第二我們有可能 我們有方法 我們有路子 可以不要放縱肉體的情欲 有嗎 這段的新聞 當我們一放縱我們就會去做我們 自己都不想做的事情 當我們順著聖靈而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不放縱肉體的情欲了 原來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基督徒今生內在有兩個勢力 基督徒今生 內在不是外在 內在有兩個勢力 一個叫做肉體 一個叫做聖靈 我原來有做一個打綱給你們 但是沒有關係 我明天會請我們同工把我打出來 讓你們看著那個poppoint 他看著問我說有沒有poppoint 我說沒有 因為我從來都不用poppoint 我就是用這樣講的 希望你們能夠聽得清楚 但是我先讓你記一個東西 記東西對我們中國特別是學生 不太困難了 記憶對我們中國人的學生是沒問題的 基督徒今生內在的兩個勢力 一個叫做肉體 一個叫做聖靈 肉體會跟聖靈相爭 聖靈會跟肉體相爭 當你相信耶穌基督之後 我們裡面的那個鬥爭 我們那裡面的爭子就立刻起來 這個是很寫實的 這裡說 他這裡說 他說 十七節 因為情欲和聖靈相爭 這個情欲就是肉體 肉體和情欲相爭 情欲和肉體相爭 聖靈和情欲相爭 這兩個是彼此什麼 相疊意 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當我們順著肉體做情欲的事情的時候 聖靈會有意見 當我們順著聖靈而活的時候 肉體的情欲也不會散發甘休 這就是我們基督徒今生活著的一個現象 有的時候 我們順著聖靈而行 肉體褪去 可是過了不久 他絕土重來 換句話說 這個問題在我們今生可能不能解決問題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 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其實沒有信主以前也有這個問題 那個時候我們稱為良心 當我們做不對的事情的時候 有良心會來提醒我們 我們會不安 我們會有罪惡感 我們會有後悔 其實上帝創造人的時候 就把良心放在裡面 只不過良心這一個功能 它已經漸漸的變得不敏銳 你知道良心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良心它是一個審判機關 良心它是一個司法機關 良心不是一個立法機關 它不立法 它只司法 它只處理 它只判斷 它只判斷 所以如果你良心在作用的時候 你可以忽略它 你可以麻痹它 你可以不理它 我講個例子 你就會明白 小時候有偷過爸爸媽媽錢的請舉手 請放下 就以上剛才那個問題你反應太慢 有說謊嫌疑的請舉手 可能你們現在二十幾歲 十幾歲的人 你沒有偷過父母的錢 因為可能那個時候你們家已經很有錢了 你父母親給你的超過你要的 所以我就這樣不用偷 可是我那個年代 在台灣還是很窮的 一毛錢都很 所以偷父母的錢 我很會 我很會偷 而且 我從來沒有給我媽媽抓過 我也不知道哪來的這種腦袋 我打開我媽媽皮包的時候 我就知道 什麼錢是可以偷的 什麼錢是不可以偷的 我告訴各位 不管那個幣值是多少 因為那個時候有 零錢 零錢嘛 就是一毛 兩毛 五毛 一塊 一塊都是紙鈔的 偷的時候 一定不可以偷數量 一定不可以按數值 不能按那個 那個 價格來偷 你一定要按數量來偷 就是 同樣幣值的數量 越多的才可以偷 裡面一毛的有一個 兩毛的有一個 今天就不要偷了 我不知道誰教我 沒有人教我這個東西 可是我打開來 一定要那個很多 你知道嗎 然後才偷 而且偷的時候 一定不能當天花掉 偷完的一定要 藏在那個皮包附近的 一個地方 第二個偷出來的 才把它放下去 再用第一個偷出來的去偷 去偷 因為這樣 媽媽永遠抓不到 有一天我媽跟我說說 你今天家裡只有兩個人 你有拿我皮包裡面的錢嗎 立刻說沒有 我媽說怎麼可能呢 因為家裡只有我們兩個 自己不曉得住我們兩個 那沒有你 你去拿錢 我剛才明明去買東西 找了幾個零格子 在那裡 怎麼會不見呢 我一想 我媽這次真的抓到我了 我立刻就跟她說 怎麼可能 我媽媽還沒反應過來 我就跑進去了 把那個錢 從藏的地方拿出來說 是這個嗎 我媽媽說 哦 怎麼樣 我說你自己掉到地上 我 我 我現在想起來 自己覺得 好笑 也覺得可怕 一個這麼小的孩子 怎麼會都是這件事情 這麼聰明 聰明啊 這個都鬼詐 這比較重要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在同學面前 我是一個好學生 可是 班上主要的一些東西 都是被我偷回家去 我媽媽從來不知道 我實在有一天在講道的時候 三十幾歲才講道的時候 我說我偷過我媽很多錢 我媽媽坐在下面 這句晚會她還跑來告訴我說 你想說偷過我的錢嗎 我從 我想四五歲五六歲 就會偷我媽的錢 一直偷到十幾歲 其實 可能各位覺得很好笑 可是你知道那個良心的事情 是很可怕的東西 我後來讀法律 我後來讀法律 我後來讀法律研究所 我二十六歲就在大學教法律 二十六歲 就在大學教法律 我最喜歡研究的是犯罪心理學 就是說他為什麼要犯罪 他為什麼要犯罪 所以我也讀了很多文學上面 有關於這個罪的東西 我不太知道 為什麼一個人會這個樣子 犯罪心理學 一個人的犯罪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不知道偷過媽媽付好錢 做過多少壞事 我作弊不是做的很多 不過 我很清楚知道 所有的犯罪的過程通常是這樣 但是當我想做一個不對的事情 我就告訴我自己說 不要做 然後後來讀法律說 可是 可是 可是後面有一些需要 然後我就說 我要做 然後我就說不要做 然後我就說要做 然後我就說不要做 要做就是 肉體吧 不要做就是良心 對吧 可是很奇怪 等我錢皮包 抽屜一打開 我手摸到我媽媽的皮包的時候 那個良心就這樣子 睡著了 因為良心不參與我們的犯罪的 良心參與犯罪的 因為良心本身沒有辦法參與犯罪 所以唯一的辦法就睡著了 然後等我犯罪完 我就起來了 就說你剛才不應該拿 你剛才不應該拿 作弊也是這樣子 對 其實 其實真的我的成績已經很好了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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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班 有一個是喬生從國外來的 他的英文特好 那你知道那個 我們在那種學校裡面 老師就是以考導你為 為他主要的目標嘛 我們這個英文字典是 全背 從A開始背起的 從AB到A 一頁一頁背 背牛津字典 那時候高中的時候 一直背 一直背 老師每次考出來的問題 都不是我們會的 因為太難了 即使是這樣子 我還是背個字典 就一直背 一直背 每個範例句子怎麼背 然後 是不是不會看同學的 我就告訴你 其實不看成績也是幾乎最好的 那為什麼要看呢 對不對 所以那些很矛盾很難 因為全部都寫完了 就剩下那個不會的 不過後來我想說 看吧 後來說不看吧 看吧 等我眼睛一去看的時候 因為我先跟他講好 因為他每一顆都 每一顆都要靠我造他 只有這一顆他需要造我 你知道嗎 所以呢 我每一顆都給他看 只為了換他給我看一眼 對啊 以後我就要看他的時候呢 其實我都很羞恥於自己 把臉擺過去 可是當我把臉一擺過去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有暗號嘛 他立刻知道我要看你幾題嘛 對不對 他就把考卷就這樣放過來 然後呢 我就一看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我的良心立刻睡著了 然後我看完了 我在一寫完良心又來了 你為什麼要看他呢 我不知道你的思想是怎麼樣 親愛的弟兄姐妹 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信主之後 我們會突然覺得良心特別敏銳 這並不表示我們以前不敏銳 而是以前會把他麻痺 可是當聖靈來了以後 他是有肉體象徵的 所以聖靈突然來了以後呢 那麼你的肉體一起來 聖靈就起來 肉體一起來 聖靈就起來 同樣的 當神 當聖靈要我們去做一些好事的時候 我們立刻也會 肉體會來象徵 當我看到有一個人有需要 我要把我的錢拿出來的時候 我要把我的錢拿出來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 我16歲 我就立志做傳道人 我第二志願是做大學教授 我在26歲就在大學教書 以後做了幾年 我就跟神說我要去做傳道人 我要去做傳道人 以後我就做傳道人 我在大學教書的時候 是1986年 1986年我在大學教書 然後我在另外一段工作 我兩個工作 這時候工資非常高 1986年的時候 我兩份工作加起來的工資 每一個月是 一萬六千到八千人民幣 那個時候中國流行叫做萬元戶 對不對 萬元戶是我們這一戶有萬元啊 我是每一個月的萬元戶 因為我每一個月都一萬多 一萬多人民幣賺進來 後來我就當傳道人 當我在做 當我在很多工資的時候 我就奉獻給別人很多 奉獻給別人很多 到了我32歲 我終於做成傳道人 我高興的不得了 我到教會去 教會第一次發工資給我的時候 那個時候都是發現金嗎 我一摸到那個錢 我也扔掉下來 怎麼可能到這個數字呢 一摸就知道了嘛 因為後來就跟人民幣 我問你人民幣一百 對嗎 一疊多少你大概一摸就知道了嗎 不知道啊 那你真是窮啊 你摸就知道了嗎 所以我一摸我眼睛就掉下來 我就說從此以後就這樣嗎 可是我以前奉獻很多給別人 給傳道人 給很多人有需要的 可是等我拿到這麼少的工資的時候 我到了過年過節 我還是習慣性的把錢包起來 就是要放到貨店箱裡面給他們 可是你知道現在就不一樣了 以前給的很輕鬆 用過很多嘛 就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 等到我自己也做傳道人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我已經是個傳道人 我的理論上靈命有沒有比 不是傳道人好一點點啊 有嘛 理論上 對不對 當然好啊 可是當我把錢弄好之後呢 我又覺得說 為什麼呢 你看 聖靈與肉體相爭 肉體與聖靈相爭 當你想做一個比較好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覺得我為什麼 什麼 聖靈上說 人家打你的左臉右臉給他打 對不對 打你的禮 萬一給他打 要你走一臉路 你陪他走兩臉路 基督徒 對嗎 願不願意 理論上沒有一個不願意的 因為聖靈這樣說嘛 可是等你真正發生事情的時候 打左臉右臉給人打 你有這種事嗎 有啊 你出來出來出來 你現場實驗一下 對不對 打打看 打打看 我講這個都開玩笑的 打打看都可以過得去 你將來出社會裡都知道 你出社會裡都知道 我後來做了傳道人 我後來做了傳道人 我就 每一個月的錢都一直減少 因為我以前存的錢 也都大部分給別人 因為我不太存錢 我就是覺得我是個基督徒 我讓他幫助我 就全部錢都是給別人的 等我後來呢 有一天 我做傳道很多年以後呢 有一天我一個學長做律師 就讓我到他家裡去玩 帶我去 他們家兩個夫妻兩個孩子 我們家兩個夫妻兩個孩子 年紀都差不多 那一大我幾歲 就去他們家 哇 到他們家一個弟子 那車子一直開開 看到山頂 他們家就在山頂上 最高的那個 最高的那個 他們家有四層樓 那四層樓 他們家門一進去 不是美國啊 你們美國來 不能用美國的標準來看 我們講的是台灣啊 而且 他剛進去之後 我們講 右邊是一個籃球產 他們家的 左邊是一個游泳池 不是那種小游泳池 你知道嗎 是很大的游泳池 很大的游泳池 然後他們一樓進去 就是一個門廳 廁所兩邊都有 聽得懂嗎 就是懶得走到那邊去 這邊上廁所 或那邊上廁所 你就知道那個門有 那個多大 進去之後呢 然後一停遠 整個一樓 就是客廳跟一個廚房 跟一個那個 那個廚房 差不多我們這裡的四分之一大 都可以在你們這邊 做一個studio 對不對 四分之一大 一樓 二樓 二樓 三樓 四樓 到四樓 一個電影院 他們家自己的電影院 看了以後 我太太跑來告訴我說 他說 你羨慕羨慕 人家有這種房子 他說 他們是一個律師賺出來的 我跟我老婆 兩個人都是同班同學 他成績比我好 我就是怕 將來打不住 把他儲進來 我們六個兩個做律師的話 不得了 不得了 我大概就問我說 李建 你看到別人這樣 你會不會羨慕 我還沒講呢 他就跟我說 你羨慕什麼 有我這種老婆 不得了這個錢還好吧 親愛的弟兄姊妹 當我們覺得對 覺得這樣好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肉體 並不同意的 這是我們基督徒的痛苦 所以 基督徒今生內在的兩個勢力 一個是肉體 一個是聖靈 這在我們裡面 會一直成為 爭執的 我們看第二段 十九到二十一節 十九到二十一節 好 我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放縱肉體 產生情慾的事 這是第二 明天跟後天 我要告訴你們 順從聖靈 可以結出什麼果子 我今天要講肉體的部分 明天講聖靈的部分 那我們得 先搞解自己 是怎麼樣的人 正常狀況 我們是這樣子的人 我們讀十九到二十一節 預備請 情慾的事 都是顯而易見的 就如堅毅 請誤會 解答 代表相邪術 仇恨 正經 忌恨 盲目 解答 紛爭 義觀 忌妒 醉酒 方便能備 我從前告訴你們 現在又告訴你們 行這樣吃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好 什麼是放縱肉體呢 什麼是放縱肉體 產生情慾的事呢 放縱肉體的意思是 人在罪惡的污染以後 按著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人不再管良心的提醒和責備 只想放縱自己 去滿足自己裡面的需要 加拿太室第五章 十九到二十一節 描寫放縱肉體 所產生情慾的事 我再念一遍 他說什麼呢 他說情慾的事 就是我們如果放縱自己 會產生情慾的事 是顯而易見的 就如奸淫污秽邪大 拜偶像邪術 增進忌恨恼怒 增進忌恨恼怒 結膽紛爭 一端 嫉妒 醉酒荒焰等類 我從前告訴你們 現在又告訴你們 行這樣吃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這三節 一共提到十五項 有關情慾的事 十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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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遠比我們以為的情慾 還要廣很多 因為我們中文的情慾 通常是指的色情 可是聖經這個情慾 是指我們放縱我們自己之後呢 就會產生一種要得 或放任自己去滿足自己的項目 這裡一共有十五項 這個叫做 例舉 不叫做 列舉 列舉 是指每一項都列出來 都列舉 例舉 是舉例有這十五項 所以人的犯罪軟弱情慾 不是只有十五項 不過他把它歸類成為十五項 而這十五項分成四大類 分成四大類 人類所有的犯罪 大概在這四大類裡面 今天我們就瞭解我們自己就好了 第一 第一 叫做性關係的敗壞 第一類叫做性關係的敗壞 一共四項 我相信你們有記住 明天會打出來給你看 第一道性關係的敗壞 情慾的是顯而易見的前三項 是堅引誤會邪當 堅引誤會邪當 這個可以統歸在性關係的敗壞上面 我們很稀奇 為什麼十五項情慾 四大類肉體的行為 以性關係的敗壞分為第一大類呢 因為這一類的罪是很奇怪的 這一類的軟弱是很奇怪的 這是因為堅引誤會邪當 這關係的敗壞是得罪神 得罪人得罪自己的 有些罪只有得罪神 有些罪只有得罪人 有些人兩個都基本上不得罪 只得罪自己 只有一種罪是得罪神 得罪人得罪自己的 這種叫做性關係的敗壞 性關係的敗壞不僅得罪別人 傷害別人也傷害自己 也傷害到跟神的關係 性關係的敗壞 直接影響到跟神之間的關係 因為神說我是聖解的 所以你們要聖解 在我實際做輔導的過程經驗當中 要從這樣子的捆綁當中出來 是最不容易的 最不容易的 我做傳道人已經27年 就是我做一個教會的牧師 27年 你們叫我理見長老 是因為我們教會 不用牧師這個詞 只用長老這個詞 其實我們洪牧師是一樣的 我們就是牧師 可是因為我們教會沒有用牧師這個詞 所以我們不是因為長的老 怎麼叫長老 我做了27年 我帶領我們的教會 我32歲做長老 39歲負責帶領我們的教會 我帶領我們的教會的時候 我們的教會是663個人 有3到4個有配的 有工 有 salary 的 有工資的 我做了10年之後交給別人 準確來說我是做了14年交給別人 那個時候我們教會2500人 然後我們領工資的有34個 所以全職的工人大概是10倍 那人數大概是增加4倍 所以我在教會裡面需要做很多夢會的工作 我在很多人談的時候呢 我就發覺這一種問題是最難解決的 就是如果你要從性關係的敗壞 帶出來是很困難的 因為這種敗壞牽涉到肉體的性欲 我們自己的 也關涉到我們跟別人不當的互動 還有撒旦的控告 你很難一次解決這三個問題 有的人能夠出來 想要出來 可是別人不能放過你 為什麼 因為你跟我在一起的 你為什麼走 你為什麼走 那有的時候呢 是他想走 你也不放過他 有的時候 你們兩個都想走 可是沒力量 那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聖靈感動保羅 把這性關係的敗壞方 的第一類是有原因的 因為這種罪直接破壞家庭 夫妻在這一方面的約束被打破 然後就照來嫉妒 仇恨 暴富 惱怒 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這一種罪 它是會引發別的罪 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同時得罪神 得罪別人 得罪自己 這是第一類 性關係的敗壞 第二類 人類的罪分為第二類 或者說你我基督徒的 能夠意識到的罪 第二類 叫做信仰的悟謬 信仰的悟謬 如果你願意寫下來 信仰的悟謬 肉體的情欲 第二個表現是針對神方面的悟謬 就是說這種罪是得罪神的 不得罪人 甚至也沒得罪自己 就是信仰的悟謬 什麼叫做信仰的悟謬呢 這裡講到的是拜偶像跟邪術 很多基督徒說 我們還拜偶像嗎 親愛的基督徒們 你還拜偶像嗎 不拜了嗎 早就不拜了嘛 對不對 以前拜觀音現在不拜了 以前拜媽祖 現在也不拜了 以前拜偶像現在也不拜了 我常常講我基督徒 對自己不太認識 可是什麼叫做信仰的悟謬呢 信仰的悟謬是 是我們以為我們拜對了 其實我們拜錯了 那為什麼這樣講呢 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們有的時候 我不知道在國內 在中國大陸還有沒有廟 那如果有廟 你去看他們燒香拜拜 台灣是多得不得了 台灣的廟多到不行 台灣的廟宇的覆蓋度 全世界按每平方公里算 全世界第一名 恐怖嗎 你知道 如果你去看他們拜拜 我問你 他們拜的時候拿著香 然後講著 你覺得他前程不前程 如果你以前拜過別的神像 或者別的 我告訴你他們很認真的 他們是真的有在拜 他們唯一 從基督徒的角度來講 他們唯一可能的錯誤是 他拜錯了 對嗎 論內心 他可能並不會不虔誠 那他拜錯了 那拜錯了是因為故意 還是因為無知 聽過懂嗎 是無知 是無知嘛 是無知嘛 他如果知他就不會這樣了 可是基督徒呢 基督徒說他們所拜的是有耳 不能聽 有口 不能言 有眼 不能看 有腳 不能走 那你拜的神呢 有耳 可以聽 有眼 可以看 有口 可以說 有腳 你覺得你真的拜這樣 有神嗎 我問基督徒 你拜的神是有眼可以看的嗎 真的啊 那你幹嘛敢做那些事呢 你怎麼還在做那些事呢 人家沒看見 不代表神沒看見嗎 可是我們不是還在做嗎 我們說 有耳 可以聽 我們的神是有耳可以聽的 是嗎 那我們怎麼都不好好禱告呢 別人的神是有耳不能聽嘛 所以你禱告就白禱告了嘛 那我們明明知道他是真神 他有耳可聽 禱告了沒有 有 虛應一下故事 比較認真的禱告是謝拜禱告 然後謝拜禱告自己禱告完也不知道自己禱告了什麼 我們的神是有口能言對不對 別的神是有口不能言嗎 這是我們說人家的嘛 我們自己檢討檢討 這裡很多 嗯 那個還沒有信耶穌也沒關係 咱們自家檢討檢討 我們說神有口能言 你相信啊 你真的相信我的神有口能言啊 那你怎麼都從來不好好禱告聖經呢 就隨便便便媽媽哭哭讀呢 他不能說嘛 我們也不聽啊 親愛的弟兄姐妹 如果他拜的是假神 他一定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 所以他能把假神當真神拜 我們把真神當假神拜 是不小心的還是故意的 你知道在我們讀法律的裡面 如果是過失 他就可以減刑 但是故意 就要量重的行 因為你故意 因為你故意 親愛的弟兄姐妹 這就是所謂的 拜偶像跟邪術 我們以為我們沒有拜偶像啊 其實有 我們拜了內心的偶像 其實我們以自我為中心 不會比非基督徒不嚴重 很多的時候我們也是這樣 我們還不敢說出來 其實第一類第二類的罪主要都是在破壞 人與神的關係 第三類肉體的情欲 是表現在人際關係的破壞 人際關係的破壞 《佳大太書》第五章二十二十一節當中 有八項講到這類肉體的情欲 包括仇恨 增進 忌恨 惱怒 結黨 紛爭 異端 嫉妒 這裡的結黨是自私的意思 當時一百多年前翻譯的時候 沒有翻譯得非常的準確 異端其實是搞黨派的意思 就是結黨的意思 那這個重點不在於 因為它只是個 例舉嘛 例事 舉例有這些 那都是講人際關係的破壞 這些我們一看就知道人際關係的破壞 人際關係的破壞 有些我們很了解這是肉體的情欲 或許我們也不會有這麼多不好的行為 但是一個人在人際關係上的不良 都可以在這邊找到蛛絲馬跡 我們很難避免這些肉體的情欲 肉體的情欲包括什麼呢 包括我們會忌妒別人 然後我們可能不會那麼忌妒別人 可是我們有自私的野心 有的人他不太願意跟別人增進了 可是他卻容易暴怒 你會發覺我們的肉體的情欲 即使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在裡面還是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一個人不必有這八項 其實只要是有肉體的情欲 他的人際關係就會在各種不同的層面 表達出來 照理說一個人有了耶穌基督之後 他的人際關係會變好 對不對 理論上 可是有沒有變好呢 沒有 就可見得我們在這一方面 我們可能還都在放鬆肉體的情欲 照理說我們有耶穌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裡面 應該像他 其實我們更多的時候不是像他 我們是更多的時候是用聖經的原則套在別人身上 我為什麼說德國比較像美國呢 因為早期美國的留學生是這樣起家的 就是他們都是讀聖經 優點是他們讀聖經真的是很認真的辯駁 這是真的優點 缺點是他們後來辯駁完成之後 通常是用那個辯駁得出來的結論套在別人身上 不用在自己身上 如果我們德國將來基督徒要走得好 要避免這個問題 要避免這個問題 否則我們就是 其實我認識滿多德國的基督徒 我認識滿多的 跟他們在一起 不是很舒服 不是基督徒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 不是很舒服沒關係嘛 對不對 因為他也說我就是這樣你要怎樣 他就說他就是這樣你要怎樣 你當然不能怎樣 因為他擺明就說了嘛對不對 我們基督徒說我們有基督的生命 可是你跟他在一起很不舒服 你遠遠就聞到一股被輕視的味道 對嗎 他覺得他得救了 他覺得他上了天堂了 他覺得他了不起了 他覺得他有上帝的拣選 他是秋仁彼 他是被拣選的族類 那麼我們就是被棄絕的族類 很多基督徒在講話的時候 別人很不舒服的 接著一面就說 你知道你將來死的要去哪裡嗎 不是你管我去哪裡要幹什麼呢 你聽得懂嗎 其實我們的生命有沒有真正的改變 我們基督徒有沒有真正的改變 還是我們只是在宗教欄上面 有可以填的字 第三類人際關係的破壞 第四飲食的無度 在保羅我們快結束了 在保羅的描述當中 肉體情欲最後一類是飲食的無度 飲食的無度 飲食的無度是對自己的傷害 好 歸類 第一類前三下是性關係的敗壞 這個是得罪神 得罪人得罪自己的 第二類叫做信仰的悟謬 這個是得罪神的 因為我們把真神當假神敗 我們還笑人家把假神當真神敗 結果我們是把真神當假神敗 信仰悟謬都是得罪神的 得罪人的是人際關係的破裂 那這些就包含剛才念的八個 第四個那是得罪人的 第四個就是得罪自己的 這是飲食的無度 飲食的無度 這邊提到醉酒荒焰 羅馬帝國當時醉酒跟荒焰是一個很不厭的事情 因為那個時候物質豐富到一個地步 准許他們醉酒跟荒焰 其實我們中國最近幾十年來 我每一年都到國內去 然後我在美國也好 在歐洲也好 我現在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跟國內出來的 中國大陸出來的人來往 因為台灣人我本來就很少人 對不對 然後出來國外的 現在很多人都回去了 所以在國外也碰不到什麼 碰到什麼 碰到什麼台灣人 我九幾年到意大利去吃飯 他們叫了一桌菜 其實一共就是我們家一家四塊 我們兩個孩子很小 九幾年的時候 然後來了三四個人陪我們吃飯 你知道那個菜第一道出來冷盤四個我們都吃過完 冷盤吃完以後就開始出來的那個比較二道 二道 然後還有三道 意大利有四道 四道完了以後才開始甜點跟咖啡 我們第二道都沒有吃 二道三道四道 我就說叫它停了吧 不要說 到最後我們整的時候全桌子的東西 都沒吃了 然後我就說可惜了打包吧 不打包 國內有一段時間也這樣 現在慢慢慢慢好一點了 因為有經濟的財力可以這樣 你們在德國是不可以這樣的 對不對 餐館好像不能這樣對不對 不可以 這邊好像衛生警察會抓是不是 你亂吃 對不對 你吃太多 你吃太多 你不能叫你吃不下的東西 你不能叫它要花你錢的 飲食的無度是什麼 飲食的無度是指一個人放縱自己 你看它飲食的無度是不是放縱自己 其實不需要吃這麼多 一個人不節制 不一定反應在醉酒跟荒焰而已 瘋狂購買一些一輩子可能用不到的東西 也是醉酒跟荒焰的 有的人習慣那種刷卡的感覺 也是醉酒跟荒焰的 有的人看了東西 他就一定要到手 這個叫做醉酒跟荒焰 在這個部分 我自己也發現我自己有一個毛病 我是一個有工作狂的人 我同時操作好幾個機構 然後我有七八個秘書 在不同的國家 我通常就是用手機 就可以處理所有的事情 波華神學院 我在那邊做董事會的主席 下面有院長 副院長 老師 職員 一共十個 所有的事情都他們在做 那不是說我很了不起 我是告訴各位說 我有工作狂 在台北有好幾個秘書 在菲律賓有 在大陸有 他們都在做我 要他們做的事情 我有時候都覺得說 我做一個基督徒 我怎麼會這樣 我不休息呢 我不休息呢 當然 因為事情太多 我每一天至少要跟一百多個人 不是人次 一百多個人 同一個人寫五次 那算一個人 我每一天要跟一百多個人次 用通訊軟體 來來 包括Line WeChat WhatsApp Email 一天要跟一百多人 不是次 每一天都是這樣 我半夜要起來兩三次 每一次起來我就看手機 我要把它裡面 所有的那個有 有紅點的都要除掉 你聽不懂嗎 我就一直處理 一直處理 其實這個叫做飲食的無度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已經是個基督徒了 我十一歲就是個基督徒了 我十六歲就第一次做傳道人了 我三十歲就終於做到傳道人了 可是到現在 我發覺 我的生命裡面很多的問題 我如何能夠面對這個問題呢 你跟我一樣 是不是有類似這樣子的問題呢 九祖幫助我們 在明天早上跟後天早上 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怎麼樣面對我們的問題 我們來禱告 天父我們來到我們的面前下面線上禱告 主啊我們知道我們在各方面的不夠 可是我們的問題是 如果我們已經相信你 為什麼我們到今天還是這個樣子呢 主啊我求你自己來幫助我們 盼望透過這一次的營會 我們對自己有一個更新的認識 到底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我要做怎麼樣的人 主啊在你的恩典當中 你可以怎麼樣改變我 我希望被改變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樣被改變 求你聽我的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聲音 阿们 阿们